各位相亲族人大家平安 我是张子孝候选人 我想首先我还是要代表个人表示 对现任的立法委员表达敬意 毕竟在过去他们都有付出 而且对我们整个交易文化来讲 都有长足的进步 今天的一小步 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进步的一大步 所以子孝在仁岳高农担任教官 13年看到了我们原著名的学子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深信 所有的教育就是我们进入主流社会里面 打拼的一个基础 所以子孝对教育的问题非常地重视 不管是我们的族语也好 我们的师资也好 或者我们学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妥善地处理 同时申请国家的资源 所以今天子孝一直强调 我们原著名组委员会应该升等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 掌理我们所有原著名的事物 包含我们的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才会得到适当的发展 跟挥洒 所以今天子孝站在这里 还是要再生地呼吁 不管我们的学子在未来 现在已经有所谓的高中生的公费 那我们的大学生 如果我们的国家的经费有限 那就先从原著名组的学子开始 让我们原著名的学子 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能够免费 同时获得六千块的生活补贴 再来我们要强化我们原著名组的体育 这是我们的强项 也是我们要民国际 同时能够在整个其他民族 或者是其他国家 能够扬名立案的地方 所以我们各项的设施 跟人员的培训 都应该更加进一步地来投赛地处理 尤其是我们在整个民主教育法里面 第二十条都非常清楚地规定 谢谢我是张子孝 我想针对我们这个经济地司法的议题 在我们整个原著名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原著名的原保地 一直到目前为止 都未受到该有的一个法律的保障 所以子孝就诚如以前 几位立法委员所提出来的 我还是建议成立我们原著名的银行 或者是互助型的银行 这个问题我也跟我们颜民会的进化处 也讨论过 我想这些东西虽然是比较繁复 但是要让我们的学子青年能够创业 让我们原著名组的所有土地 能够获得适当的保障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再来我们原著名组 所有的这个政府所公务所用的一些 这个土地的利用 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回馈机制 包含我们的河川 我们的土地 我们所碰到的所谓的高压电塔 等等都经过我们原著名保留地 但是回馈机制都是到县市政府 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立一个所谓的一个基金会 另外我们也非常的清楚到目前为止 选举快到了 大家都在讨论的进华补偿 进华补偿从以往来讲 好像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问题 所以变成只有三万块 那现在这个事过境迁之后 应该要达到讨论的阶段 所以大家都提出不同的想法 希望能够提升 另外孔立委所讲的探权的问题 如果能够合并的话 我想如果提升到十万块对我们原著名组的环境 以及我们的所有经济都有发展的一个趋向 我想今天这个主题所讲的主义老师流动减少 以及主义老师师资的培训 在我的想法以及我的主张 我还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原著名组委员会 能够掌管一切我们教育的资源 师资的流失应该是属于 我们今天讲的社会的一个必然性 因为很多年轻的师资都会流到我们的这个都会区 需要去发挥他们所长 所以今天我总觉得 不管是我们用原著名组教育法来做根本之外 我们希望在未来 在民主文化教育老师师资的整个 他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预算都能够提升 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让我们的主义在自然的环境当中 能够自然的流露 从以往我们都一直号称我们是台湾真正的主人 我们现在所诉求的也就是要争取到我们的台湾正义 我想这个对民主 对我们整个原著名来讲都是一种耻住 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我们所有的族人 尤其是我们立法委员不分山地平地都应该齐声的讨伐 同时对这种不公不义的这个台大的行为 提出我们强烈的抗议 原著名组从以往到现在都是生存在这个不公平的环境之下 今天我们的族人碰到这种非一所失的一个待遇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发出正义的怒吼 同时一定要结合相关单位来给我们 埋怨部落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回应 同时我也祈求以后我们的原著名组 所有的委员能够团结一致 为我们族人发声 我想这个托益的补助 无法实际的回归到我们真实的照顾成本上面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原著名的部落也好 或者是在都会区的原著名乡亲们 都是在为生活来拼搏 在这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小朋友出身 我们大家都抱着一种态度 也就是现代年轻人的想法 不敢生育 不敢生小孩 所以减少了生育补助之后 我们应该要加强我们的托益的补贴 我们原著名里面有很多的 护理人员退休在50岁左右 这些劳动力都可以运用在我们部落里面 照顾我们的这个婴幼儿 所以我想很多的政策都必须重新的去探讨 重新的去面对 我们才会有好的下一代 目前主义课程已列入少年来的国民基本教育中实施 那我希望能够在增列经费 希望能够在社团以及教会学校能够相互结合 我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力 我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我是太阳族的 跑到我们富足国小 是太阳赛德克语系的 我赌了一年 我离开了50年以后 那语言 赛德克的语言 我还可以讲到70% 所以我认为自然的环境 才是便宜我们真正的族语的发展 另外我们师资的培训 在整个族语专场工会师资里面的言额 应该要提升 同时在我们自然的环境当中 放学之后 让我们的起劳 我们现在的起劳 甚至于教会的牧师等等 会族语的都能够到学校去 跟我们的孩子共同生活 而且是完全用族语来推动的话 这个族语 我相信会推动得更自然 而且让我们的文化 指教从今年的2月7号 也就是我的母难日 我就发起疏愿 一定要参选 第十届三地立法委员的选举 从这之前 指教在部队之外 从民国77年转考 俊训教官就到我们仁爱高农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仁爱高农是我们原住民族的最高学府 是海拔最高 是一个职业学校 里面的学生有99.9% 几乎都是我们原住民的学子 所以指教预长决然的选择了仁爱高农 在这期间 我也踏入了所有我们部落 以及都会区的乡亲的住家环境 及工作的场所 场域 在这之前 指教来自于基层 也担任过仁爱乡乡乡长两届 担任去年前年代理了仁爱乡的乡长 同时乡长结束之后 就到南投县政府担任严民局局长 所以我在整个行政过程当中 我发觉到我们原住民的问题 根本就是在中央 我现在提出的20条政见里面 看似简单 其实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 因为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完整整的 让我们的原住民权益 跟我们应该有的福利 回归到我们的原住民 我们原住民 坦白讲 在目前政府的政策之下 很多地方都没有所谓的正义 台湾之内的正义 应该让我们的原住民的心声 上达到中央 让中央来正视我们原住民的 所有的事物 回归到我们原住民主委员会展馆 所以今天指教提出来的 国土计划法 应该在原保地的部分 暂缓执行 如果在后年执行的话 对我们原住民土地的利用 居住的环境 居住的正义 完全是大然无存 所以指教提出这个诉求 另外我们要检查原住民保留地的 全力赋予跟继承的相关业务 推动以及这个 这个作业的流程 所以指教再等等这些东西 反而七字法 我们常常在讲 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重新做起 而且从中央 我们的进法补偿 为什么每年只有三万 那平地的修根就是八万 那我们的这个黄丰林 它是有八万的补偿金 所以除了探钱的权力之外 我们所面对的 我提升建议这个孔立委长的六万 吴立委长的五万 原住民应该是十万 所以等等做法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改 而且永久屋的搬迁问题 土地的权力 到底应该归属给哪一个人 哪个单位来管理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所以今天指教 恳求大家 票头当指教 原住民就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台阳